早安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上华文课 你们拿出你们的华文课本 翻开第16页 我们来复习一次 我们昨天有读过的 同学们还记得怎么教? 母鸡怎么教? 鸽鸽鸽母鸡会生蛋 我们一起读 鸽鸽鸽母鸡会生蛋 我们下一个是 鸭子鸭子怎么教?同学们 鸭子在水里游 我们再读多一次 鸭子鸽鸽鸽 鸭子在水里游 看下一个是 母牛 母牛怎么教?同学们 母鸭 konkuren 母牛提供我们牛奶 母牛 Lum 母牛提供我们牛奶 母牛提供我们牛奶 下一个是 山羊 山羊怎么叫? 咩咩咩,山羊在草地上吃草 咩咩咩,山羊在草地上吃草 好,课本我们读好了 我们拿出我们的华文作业 我们翻开第十六页 我们翻开第十六页 我们来读上面的字 根据以下提示 在格子里 这个就是格子里 填上正确的答案 好,我们一起读 这个字怎么读 母母 这个字是嘎嘎 这个是格格 同学们,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铅笔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只是什么动物 母牛 还记得母牛怎么叫 母牛会嘎嘎叫吗 不会 母牛会格格叫吗 也不会 母牛只会母母 所以你们要写母母在这里 我们一起读 我会母母母叫 我会母母叫 我会母母叫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是母鸡 母鸡怎么叫 母鸡会嘎嘎叫 不会 母母母母叫 母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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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 我会格格叫 我会格格叫 好,写好了 我们看下一只动物 下一个动物是鸭子 鸭子怎么叫 鸭子会 嘎嘎 好,我们写嘎嘎 我会嘎嘎叫 同学们 写好之后我们再读多一次 我会嘎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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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各位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华文课就上到这里了 你们在家里要温习和做功课 好不好 好,今天我们好 我们今天华文课就上到这里 再见 同学们 同学们 感谢观看